早上就漏掉了 早上就漏掉了 哇,很厉害 早上就漏掉了,為什麼 Hello,Tipers,我是Jason 我們上一條影片講過 我們的車在門框這些邊邊的位置流水 我們今天就在這些車用品店裡買了東西回來 準備去看看嘗試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在車店裡買了這個 Genki隔音條 它寫著是隔音條 但其實是把門邊可以用來封住 所以雖然它寫著是隔音條 但我想應該都行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買台灣製造的 Made in Taiwan的東西 我們今天嘗試去解決我們這個車的漏水問題 但首先我們先要找一下 究竟是哪一個位置流水出來 上次車房的人都給我看了 大概是在這些位置左右 就流水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 我就是會沿著這個位置 打橫貼過來 然後一直封住整個位置 等它水就不會消去 但我們先試一試 我們在車外面去噴水 看看裡面漏水的位置 其實是哪裏 好,我們現在拿水喉 去噴裡面 Made in Taiwan幫我看著 那究竟在哪一個位置進水進去 出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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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出來了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這樣吸水進來,其實真的在這裏 OK 平時下雨後,就是這樣 那裏這樣流下去,所以為何我們下面這裏會濕濕 原來是這樣 好啦,我們拿這些膠條 我們先試一下剪一條短的 之後呢,試一下黏在這裏,看看可不可以擋一擋 試一試 那理論上來說,我們關上門邊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擋住了 那它在上面呢,那些水呢 就應該在我們關門的時候,在上面就停不下來 因為這條膠條會封住了那邊 理論上來說,我想應該是會配置到的 應該是會 應該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我們再試一次 接下來呢,就把那個比賽關幫 пользов 把它關起 接著之後呢 再將它的水另外一次 不知道還有沒有水流在裡面呢 還有沒有呢 水珈願 水珈 famine 還沒爆嗎? 裸裸 裸裸 它就要爆了 它就要爆了 哇 超厲害 它就爆了最初 它就要爆了 這件事從頭上上去 它就爆了最好 由於這件事都不要爆了 貼完之後還需要兩前重? 為什麼呢? 好了,這次我加了一條 我再多貼一條 因為它裡面我想再貼高一點都不行 因為它這裡太窄 我放不到這條膠鐵進去 但現在我再貼多一條之後 我關車門的時候 它這裡的縫位就完全沒有了 這裡的縫位完全沒有了 理論上來說 理論上來說 應該 就會好一點 好,再試一次 怎麼好呢? 我們的車子漏水 怎麼搞呢? 完全解決不了 Fuck 好了,相交了幾天之後 因為我們在香港買不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結果我要上Amazon 在美國買了一批東西回來 這一批是什麼呢? 這一批是一些防水貼 就是用來貼到我的Jeep的軟頂和車身中間的位置 這些不是OEM的東西 但是是接近類似OEM的防水貼 專門就是用來放在Jeep上 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看 那裏面呢 那裏面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這樣的防水貼 那裏有一張單 我想說呢 這個真的 這個運費是貴過貨的 那裏面呢 這裏面呢 15.55 但是呢 這個運費是25.84 那裏面呢 油門呢 就是這個 那裏面呢 那裏面呢 就是這個 但這個沒有我們用的 我們主要呢 都在這些呢 就薄薄的 薄的 的這些 可以用來包著東西來貼住的 這些防水貼 我們上次在這裏貼的膠邊失敗了 其實大家如果可以看到 其實我的車原本已經有類似的防水膠貼 已經是貼在上面 但那邊位這些可能老化了,開始脫掉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這裏整個層沒有了 其實這一個位,大家可以看到這裏 整個層老化了沒有了 只剩下3M的膠貼 其實我應該要在這裏補一塊 要在這裏補一塊 應該是 最終我在我車的右邊車門上面 駕駛在車門上面,我貼在這裏這一塊 之後在這裏側邊我都加了一塊細的 這個就會在軟頂蓋起來之後 它會有一個密封得更加好的狀態 希望就不會再流水 麥先生,有什麼事? 有 有 大丈夫? OK,沒問題 成功? 成功? 我們是否真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YA G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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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